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来探讨老和尚常提醒我们的 在学府的路上 在菩萨道上 尤其是讲经洪华的 最容易遭受的是什么 别人的嫉妒 所以这个地方经文里面有讲说 寄人之功 我们看这个六百五十事业的最后一行 讲经也是一种功德 不是说一定要正教历令 所以寄人会嫉妒你的功劳 是嫉妒你的功德 寄人之功 信其败坏我混乱之最好 他到后来 信就是什么 希望 希望这个人最后会败坏 会失败 而混乱之 不知败彼之功 你不知道你这样去嫉妒他 破坏他 死是败国之事 败国之事是败坏一个国家 但是你是障碍一位圣贤 障碍一位奖经洪华 弘扬正法的一位 弘中演教的出家人 或是奖经的人才 那不是一国 那是障碍众生的 化身会命 障碍众生的人天眼目 这个因果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很容易起嫉妒心 真的要考虑到那个后果跟过报 就有人 真的障碍 包括无量作经 汇集本 障碍老法师 老法师一再在讲经里面讲 他都能够原谅 他也都能够接受 他不起任何的埋怨 所以你败坏别人的功劳 那只是可能败坏国家的大事 但是如果破坏 败坏佛法的话 障碍别人的化身会命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这里讲的 罪起小父 在花起菩萨 殊胜至药经里面 非常的精彩 如果喜欢嫉妒别人的话 我欠你好好去看这部经 然后佛上开演过 然后佛上讲过这部经 花起菩萨 殊胜至药经 完全在讲现在人的毛病 甚至你学活了 你自称为菩萨 因为花起菩萨 殊胜至药经 就是有六十位菩萨 他们会来去见佛陀 他们幸好遇到很慈悲的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带他们去见释迦摩尼佛 因为他们产生退转的现象 产生很多烦恼 当然也造作很多恶业 当然包括基督 在这部经里面 他有感到归类了 花起菩萨 殊胜至药经里面讲 老和尚说 这些罪业深重 愚痴的菩萨 他有意无意之间 造了很多的恶业 造作恶业的时间 虽然不长 你可能是季度讲一句话而已 短短一句话而已 造作恶业的时间可能不长 但是果报实在是太恐怖了 经典里面讲 类似这一些开导 处处可以见到 那为什么学伙的人 依旧不知道警惕 还患这个毛病呢 老和尚说 佛在这一部经 就是花起菩萨 殊胜至药经里面 有很详细的开示跟说明 我们要仔细去研读 去观察 造作罪业 似乎好像不是很严重 但是为什么果报会这么严重呢 那一些菩萨听到佛陀开示以后 他们以前造作那些恶业的时候 都不觉得是什么 可是听到佛陀开示以后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经上讲说 几森毛树 几森毛树 老和尚说 用现在的话说什么 寒毛主寿 整个汉毛都竖起来 老和尚说 我们今天也没有这种情形 没有感觉到 现在的人都麻木不仁 没有感觉叫做麻木不仁 这个罪业 我们还照干不悟 你相不相信 尤其现在微信很发达 电子邮件很发达 全世界都一样 都未发生的 因为现在是末法时期 斗争坚固 所以老和尚说 由此可知 这六十位菩萨 他们的罪障 虽然说重 老和尚说 比起我们现在的人 但他们亲得多了 他们听了佛陀这样的开示 都有这样的 寒毛足迟的感触 我们听了没有感触 他们有救 老和尚说 我们没有救 所以我看到花旗菩萨 苏世人之药金 我就是 心起了一股 浩耀之心 很喜欢 看了很喜欢 老和尚说 我们叫做这些作业 结罪 在经历上讲 叫结罪 佛说的很清楚 你毁谤一个圣贤 海贤老和尚特别交代 在往生前的特别交代 不要毁谤圣贤 老和尚说 老和尚说 大众的信心 活门常说了 这老法尚开示了 活门常说 杀人生命 这个罪亲 你杀人 杀一个人 杀一百个人 乃至于杀一万人 一千万人 那个罪业 老和尚说 你还是会去第一受报 但是基本上是你个人 那都不重 当然害命是不行的 杀人也不行 但是老和尚用这个来比喻 杀人生命跟毁人会命 杀人会命 两个都做比较 他说你如果杀人的话 这个罪业是你个人的 这个罪业都不重 但是你断一个人的 法生会命 那个罪就重了 为什么 这一个人如果遇到机会 他在今生能够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做佛 老和尚说 一个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做佛 他做佛做不上 你要晓得他在 西空华界里面 他要度多少个众生 不止千万 就像六指大师一样 你如果是毁谤六指大师的话 那还得了 他度多少人 从唐朝到现在 所以老和尚说 他不只度千万 他度亿万 还有幽民众生 九华界众生 所以你障碍一个人的 法生会命 比你杀一个人 你仔细地去思维 你就会体会到 这个严重性 古人常说 人灰圣贤 实能无垢 那个法师 纵然有故事 我跟你讲 你在大圣 大吉 地藏 十轮经里面 有特别佛陀 特别交代 那位法师 纵使破戒 连那个鬼字母 那个地义里面 那个鬼道的鬼字母 都不忍心 伤害那个破戒的出家人 你知道吗 你去看大圣 大吉 地藏 十轮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何况你现在看到 一个悔戒的出家人 你还毁谤他 老法师说 法师纵然有故事 他是欢呼不是圣人 你不能说 他没有回头的机会 迎科法师破戒 都往生其乐世界 他还是练我练三天 把阿弥陀请来了 再练三天往生了 你能说他不能 往生其乐世界吗 所以老法师说 他破戒有故事 他是欢呼不是圣人 活况法师的过失 是真的过失 还是他有艺术线的 你根本没有正法眼 没有智慧眼 你看不出来 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反复更看不出来 所以过气 中国的天台主师 天台中的主师 我那天去拜访 我们这里拜访室的 修苦行的众心律师 我才知道他是天台中 第四十六代的传法的法师 那么他的师父是常定法师 常定法师的师父 是四十四代的 六国老和尚 早期到台湾来的一位老法师 那六国老法师 他的得法以谁 地险老法师 是天台中第四十三代 那我看传法的众心法师 那个传法的证书 智者大师是第四代 天台中的初主是谁 初主是龙世菩萨 霸装的祖师龙世菩萨 老法师说 过去天台中的智者大师 说得很好 他老人家说过一句话 做法师的人 讲经说法的人 能说不能行 听清楚哦 能说不能行 他还做不到哦 但是他说得出来正法哦 能说不能行 国之失业 国之失业 好好去体会这句话 就是智者大师说 我们当时的人 称智者大师是小世家 他读那个法华经的时候 入定了 到药王品的时候 他说出定的时候讲说 佛陀的临三一会 严难为善 他回到过去了 老法师说 有高生的禅令功 可以回到过去 可以看到未来 所以智者大师说 做法师的人 讲经说法的人 能说不能行 国之失业 他能说 说得怎么样呢 他自己做不到 他怀疑还没断 他还没有破根本无名 但是这位法师 他叫大家断贪真吃 他贪真吃呢 还没有断 老法师说 这个人 我们要不要尊敬他 智者大师说 要尊敬他 智者大师称他叫 国之失业 他是国师呢 我们一国之人的老师呢 因为他教的是正法 教的没有错 不是写法 所教的我们当中 如果有人能够肯学 决定夺利益 所谓清除以兰 而胜以兰 学生的成就 往往超过老师之上 只要他说的不是写法 这个是国之失业 能说又能行呢 像六者大师就 能说又能行呢 国之保也 国保 国保少啊 国师多啊 所以都要尊重 不能够看到他 有一点瑕疵 就把他所说的法 整个否定掉 这是现在人 最容易犯的毛病 不能说他有点瑕疵 就把他说的法 全部否定掉 他说的通通不算 你不想听 这是断众生的化身会命 所以才遭受 这样残酷的果报 你如果障碍众生的 断众生的化身会命 果报有多重呢 经上说 先度地 从RBG 等活地 到烧热地 以我们人间的时间来算是 一千八百万年 一千八百万年 比唐朝还久啊 唐朝到现在 也不够一千五百多年而已 而实际上 他在地域里面受苦所感受的 那才叫做无量节 这就是我们宴里常说的 度入如连 所以他在地域里面感受的时间 这个时间不晓得要长多少倍啊 就像癌症病人一样 他躺在癌症病房做化疗 那一天呢 你可能感觉很短 对癌症病人来说 度入如连 老法师说啊 时间 时这个法不是定法 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 有人感觉一年好像没几天 很快就过去了 有一些人在苦难当中 这一点好长好长哦 佛告诉我们 时不是一个定法 全品个人的夜报 这一些菩萨善根还算深厚 就是来听佛陀开示的这六十位菩萨 曾经遭过罪业的这些菩萨 他们善根还算是深厚 听到佛陀开示以后 了解这个因果的报应 几身毛树啊 寒毛竹树啊 深深幽悔 他们就产生很忧愁后悔了 这就是生惭愧之心啊 辨知文类啊 前博佛院 他们就告诉宿尊啊 宿尊我今发禄悔其过就 他们呢 他们就是向佛陀忏悔 把过去他们所造的作业 毫无隐瞒的都说出来 这叫禄 发禄忏悔的禄就是这样全部讲出来 所以在正解经社传戒的时候啊 如果你要再去做附戒啊 你曾经有朔戒破坏过 你曾经毁换过这个戒条啊 那正解经社的要求是说 你必须要求一位法师为你来做花禄忏悔的一个告白 男众就找比丘 女众就找比丘你 你必须把你所换的错全部讲出来 他帮你做证明 这是在正经社传戒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忏悔最要紧的是什么 从今之后再不做同样的错误的事情 真正彻底改过自信 这种忏悔才有用处 那法师说 决定不是做错事情 在活面前祷告忏悔 明天照做 周罗再忏悔 他说那一点都没有用 老和尚说这罪可能更重 天天骗活不上 在活菩萨面前倒忘了 所以最重要就是祸不再造 老和尚称这个叫做真干 那么这些菩萨圣人 就是来见佛的这些六十位菩萨圣人 他们都是弘法立生的 他们有出家菩萨 也有在家菩萨 所以老法师说不论在家或出家的菩萨 弘扬正法都叫菩萨圣人 我们也称叫大圣菩萨 他们患的毛病就是 亲慢即会即以业障 亲就是瞧不起 瞧不起别人 老和尚在花旗 菩萨树圣制药经里面特别有提到 比如说你受戒 你受戒受得很好 持戒持得很好 但是你起了一个慢性的时候 你看你都破戒 瞧不起别人 老和尚说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不行 这有轻慢的味道 要悲悯心 所以这个亲也是瞧不起 亲是他 慢也是怠慢他 忌是嫉妒 慧是成慧 这个忌跟慧 它就是难兄难弟的 忌里面有慧 慧里面也有忌 那么亲慢是表现在外面 内心也是嫉妒跟成慧 那外面表示是轻慢 那所以呢 有患这些毛病呢 特别在这部经里面有告诉我们 经理佛前如罪忏悔 就在佛前发入忏悔 这是讲到这一段里面讲到基督的问题呢 虽然他讲的是国家的政教历令 天下的得势安慰 那我们特别在佛门里面呢 也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那障碍的是法身毁灭 障碍的是众生 而且毁坏的是 障碍人天眼目的毁谤圣贤 这个工作 那就很严重了 我们希望能以利为戒 那我们写这一段就有价值了 好 感谢观看